好的 没问题啊 证明保障 大概30分 报价全年 3 2 1 开始 12月11日晚在四川成都的部分电商直播基地内 电商主播正在直播镜头前 快语速介绍产品以及双12的活动优惠 一旁的直播中控则用娴熟的简单话术 配合主播烘托直播间的热闹气氛 直播中控与主播之间的配合就像相声中的捧梗一样 因此这一岗位在网络上也被称为电商捧梗 这就是我的工位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主播会在我们的台前 然后我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会针对着主播 这样子我们两个的话也可以有交流 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个小铃铛 比如说客户在成交菜市下单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拍下这个铃铛 对 然后的话就是也会把这种气氛给带起来 直播中控进入人们视野后 被不少人看作是争相职业 在网络上引发求职讨论 已经从事两年直播中控工作的何毅表示 直播中控并非如外界所想 只需要在直播间里烘托气氛 而是要参与到直播的各个阶段 所有人理解的就是可能是个电商捧梗 来 好的 一号链接怎么样 上链接321上链接 这样子去给主播搭一个搭一个枪 其实他会看各种各样的数据 包括我们直播前跟主播的一个对一个 我们整体的开播节奏 对吧 我们的一个设备处理 然后摄像头电视机这些灯光 然后到一个产品准备 包括下来的话我们会对数据进行一个分析 包括对主播的一个话数啊 他的直播节奏也会进行一个分析 在网络招聘平台上直播中控的招聘并未对性别有所要求 但在电商直播间内直播中控还是以男性居多 我们现在公司有40多位中控 然后只有三位女性伙伴 然后其实中控这个职位呢 对于女性来说是有一点强度有点大 因为可能我们每个项目他跟播的时常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项目可能要12个小时 有的项目可能要全天24小时都在转的 那我们每个人跟播可能在8个小时以上 直播中控在直播间除了活跃气氛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配合主播加速消费者下单 律师表示部分直播中控从业者通过话数 在直播中营造一种不真实的购物紧张感 背后可能涉嫌库存销量等数据造假 也涉嫌对消费者的误导和欺诈 如果确实构成欺诈的 消费者有权按照相关价款的三倍进行索赔 从法律方面 直播中控从业者应当恪守诚信经营的准则 不仅应严格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还应当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不得发布虚假或者令人误解的信息 欺骗误导消费者 不得虚构或者篡改交易关注度 浏览量库存销量点赞量进行数据造假 如果是涉嫌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 情节严重的 从业者还可能承担行政处罚责任 以及刑事责任